7個被告包括余德穎、莫嘉晴、 宗嘉能、 公子信、 簡家康、賴佩奇及梁彥彬 全部暴動罪不成立 他們被控去年8月31日 在灣仔軒尼斯道及盧額道一帶 及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 法官沈小民在判詞指出 法庭不應該將穿黑衣的人 除以視為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 做法有危險性 亦有機會冤枉無辜的人 在當下情況除了黑色 穿白色或其他顏色的人都可以參與暴動 選擇服飾顏色是個人喜好 沒有證據顯示案中被告刻意而衣著裝束 將他們與非參與者區分 就算大部分被告當日戴上口罩、眼罩 防毒面具及手套等裝備 但正如辯方所說 是防護性而不是攻擊性 法官又說當晚出現的情況 不是香港常見現象 不排除有人希望來見證難得的歷史時刻 有人不想被硬認為是暴動者 因此遮蓋容貌是可以理解 而戴備防護裝備 遇到出來煙時可以有些保護 無可厚非 而控方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證據顯示被告被捕前的作為 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舉證 因此裁定所有被告罪名不成立 被告公子信亦被控案發當日非法管有一支伸縮棍和一枚汽油彈 同樣罪名不成立 同案另一被告社工陳鴻秀亦被控暴動罪 早前因表證不成立獲當庭釋放 但他星期六在社交網站透露 律政司已決定就裁決提出上訴 東網記者 隨其輝步